《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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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行下一個階段 應該是進入殘疾時代 就是慧能之後 一直到宋朝以前這個階段 大概有 250 年的階段 它裡面又分兩個 一個是南宗獨聖旗 還有五宗成立 就是所謂的一花開五葉 慢慢慢慢成立 還有它的傳承 就是大概這個階段 一樣我們先來看 南宗獨聖旗的人物 著作還有禪法 因為在這個階段之後 就不像前面 大家可以發現很不一樣 前面就是很單純 人很少 到了信的時候 它不就是已經有 還有紅人的時候 就開始十大弟子了 其實不只這些 很多 它已經有五百七百人在那邊 學佛禪修 到了慧能更是讓禪法的普及 所以可以想見 接下來的弟子是更多更多 所以我們已經沒有辦法說 這樣一位一位單獨的介紹 那這裡的人民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所以只是舉幾位 第一個是大家很熟悉的 這也是比較重要的 紅色字是我會 應該是今天會介紹是神會 只會介紹神會 還有早上問的這個問題 其他都不會介紹 詠家玄絕 詠家正道歌很有名 夢里冥冥有六趣 絕後空空 吳大謙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叫做止觀誦 所以其實很多人認為 詠家大師正道歌 跟詠家玄絕的 他實際的修學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也有人認為 這個不是他寫的 因為詠家玄絕 其實他親近比較多的 其實是天台指觀 天台指觀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知道 是詠家正道歌 其實他的指觀送非常的精彩 那他有一個名字叫做 一束絕 就是他去見惠能 其實他在見惠能之前 其實已經有相當的修正的基礎 還有體驗 那他的朋友就跟他講說 你的境界不錯 你可能需要找人去幫你印證一下 你要不要去求證一下 那就指點他去見惠能 那見了惠能之後 當然惠能就認可他 這故事就大家知道 又不講 可是他第二天就離開了 所以叫做一束絕 那在禪宗的南宗的系統 就把他放到惠能的系統之下了 事實上他只有見到惠能 就是那天一個晚上 再來一位很重要的人物 叫做何則神會 他有一個系統叫做何則宗 因為他後來去的寺院 叫做何則寺 他的禪法 無念無作真空妙有 這個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 他的著作叫做顯宗祭 這個師父也有一本書 神會禪師的物禁 就是在講顯宗祭 接下來幾位大家就常常聽到他們的故事 公案跟弟子之間的互動 石頭西千 因為他去的一個地方叫做石頭山嗎 還是什麼忘記了 就是他後來去住在一個地方 那邊有個很大塊很快的石頭 所以大家給他的名字叫做石頭西千 他看到大家就覺得比較陌生了 回戶之說 回戶之說 這個會影響後面草動中的發展 回戶之說 他的著作有 參同器草安歌新藥方 尤其這個參同器 這個參同器 他帶了一點點的玄學的思想的色彩在裡面 就是中國 玄學的思想在裡頭 就會用到回戶這樣的名字 回戶是什麼意思 就互相影響的意思 這是石頭西千 再來是馬祖道一 摩磚穴瓶 模淨 洪舟中 他講的是平常心指道 再來擺上淮海 他也是洪舟中下來的 一日不做一日不死 擺讓叢林清龜 擺讓清龜 這個大家就知道 還有什麼野壺蠶有沒有 这些故事很多 都很精彩很有趣 另外一位 龟丰宗密 他是何哲神会传第四代的何哲宗 何哲宗 他讲五阶三宗 这个我们就不解释了 在著作有 残缘诸泉及都序 其实他是有一本书 叫做残缘诸泉及 可是这本书现在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序 这个序也很长 还有 他里面这个序里面 他有把禅宗 在他之前的禅宗分了类 分三类 今天我们不会讲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是 龟丰宗密比较依他个人 他的法脉 还有他的认知 来去 分这三类 不过他是这个中国向来一个很重要的 对于禅宗理解的一个史料 这是龟丰宗密 他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其实他还是华言宗的人 华言宗的人 所以他其实在何哲神会 这样传到世代 中意之下就没有了 合作中就没有了 他这个系统 就从神会一路下来 比较重思辨 比较重义理 比较重学理 比较没有在实践上面 实际上去着力 还有这个禅法的禅修的教学上面 下功夫 所以这个其实也给我们一个讯息 禅法还是要实修实践 如果光讲义理 尤其是这个华言 还有这个高来高去的 其实真的能够理解的不多 其实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现代讲的 就是都在学术研究而已 所以那是少数人能够理解的 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讲的是原人论 原人论讲的是三教合一的概念 这个师傅也有原人论 师傅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华言兴权 还有讲华言的思想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 再来是黄博西迁 他讲的是无心事道 传心法药还有万灵路 这个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都没有办法 每一位每位去详细的介绍 今天的重点会放在神会禅师 因为他就是我们讲的 关键点 转折点的一个人物 我们先讲 因为早上有菩萨问道 所以大家应该也是有涉略过 他的相关的资料 他最主要是胡适 先提出来的 胡适他是到伦敦 去做研究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相关的资料 他才看到 哇神会禅师呢 在整个中国禅宗史上 怎么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呢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他回来之后呢 他本来是为了写中国 中国思想史 他其实要讲中国思想史 可是中国思想史 跟禅宗佛教历史是分不开的 所以你写中国思想史的话 一定要去涉略到 中国的佛教思想 所以他是这样一路 然后去做研究找资料 突然看到 哇神会禅师这么的特别 而且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所以他回来呢 就提就做了相关的研究 还有把神会禅师的相关资料 都整理出版 他提出一些结论 我们来看一下 蛮有意思的哦 他用的词 南中的极先锋 北中的毁灭者 新禅学的建立者 谈经的作者 这四个 谈经的作者呢 其实这个他 胡适发表之后 引起很多很多的论战 大家就打笔仗 尤其跟日本的一些学者 还有 那时候应老也加入 最主要大家就是针对这个谈经的作者 后来经过 其实早上我们讲 经过研究 经过怎么样 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谈经 还是慧能这边 这边他讲的 有人帮他记录的 可是呢 以胡适的研究 他认为 这个 他为了建立南中的正统性 所以呢 他去写了谈经 尤其在后面 传法十大地址 还有副主品的时候 他讲了一些东西 因为有版本的不同 其中呢 有的版本就有写出 哇神慧是多厉害又多厉害 当时呢 其实慧能是最看重他的什么什么 跟其他的版本不一样 所以就他们就开始怀疑 可是当然了 这个都有可能是后面的人去篡改的 可是不影响我们前面讲的有六品 是他的主体 所以这个就化掉 那在这个胡适的研究 他就说 一千多年中 几乎没有人知道 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 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 莫有过于此了 他为神会打抱不平 那神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湖北 襄阳人 算北方 他十二岁出家 十四岁到十七岁呢 他亲近过神秀禅师哦 我们现在都认为他是慧能的弟子 其实他亲近过神秀禅师 一直到神秀进京之后呢 老师老师去别地方了 他才去亲近慧能 那这是他十三到三十岁这段期间 中间呢 他二十一到二十五岁的时候 他外出授戒 他去哪里 去两津 两津是指哪里 长安 洛阳 那时候唐朝的首都长安 还有另外一个洛阳 这段期间呢 很有可能 这个是推测了 可能是推测 他可能有追随过神秀禅师 一直到神秀这个元吉之后呢 才又回到慧能这个地方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看到几件事情再补充一下 这个就是十七到三十岁的时候 他拜见慧能 打三下 转几个圈 这个你们去看 故事都有 这边就讲 各史传的记载大同小异 所以有可能 是确实是如此 那有的人说他十四岁 就去亲近慧能 不过后来比较近代出土的一些资料 确认他是十七岁 不是十四岁的时候 那慧能就留他担任四者 的确是非常优秀 非常的聪明 那中间呢 他呢 这个就是说 他并不是一直留在慧能的身边 他有离开 那这个有一个关键 慧能元吉的时候 七一三年的时候 神会二十五岁 我们刚有说 他二十一到二十五岁的时候呢 其实他是外出游学 所以当时呢 他是不是在场 如同谈经所记载的那样子 就是别人都很伤心 只有神会小师 有没有 他非常的平静 好像如如不动一样 这样子 表示他功夫很好 在谈经是这样记录啊 可是这边就说 他很可能当时其实并不在 并不在现场 所以这个还有争议啦 不知道 这个都还需要 更多的文献出土 他们现在很多 除了资料之外 还有碑啊 出土的那个碑 可以提供很多的线索 三十岁之后呢 他北上 也就是 这个在慧能元吉之后呢 他就北上与北中进行论战 尤其华台之会 这个非常有名 他是在732年的时候呢 开启了南北中之争了 那他也不断不断的 在这个部分努力 那他62岁的时候 就写了显宗记 我们继续看了 我们先看他的生平 其实呢 他也并不是一路顺遂 他七十到七十岁的时候 因为太多人 其实当时的皇帝也很怕说 你会不会作乱 作乱 所以太多人聚在一起 他就想要 想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所以就把他发派边疆了 三年间呢 就辗转到四个地方去 非常的颠沛流离 到了七十四岁 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安死之乱 这叫做安什么 安禄山死失明 安禄 安死之乱 就是国家就打仗 打仗要需要什么 钱 就皇帝缺钱 缺钱的时候 他就用各种方式 来 来 这个怎么讲 募款 对 希望大家 钱交出来 那他对出家人 他怎么 怎么要他 把钱交出来呢 他 那时候出家 需要政府许可 要杜碟 那一年呢 要有多少杜碟是固定的 要缴钱 那现在呢 要钱嘛 就广发杜碟 就卖杜碟 所以他就叫几个有名的 比较知名 当时神慧禅师也是蛮知名的 几个帮忙 募款 帮政府募款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帮政府 这个募款有功 有功 然后才得到朝廷的认可 然后给他一个寺院 叫合泽寺 所以后来他的这个系统 就叫做合泽宗 是这样由来的 到了75年 75岁的时候 元吉 他一直到 他一直努力 前面讲 他一直努力 希望争取他这个系统的正统 所谓的南宗的正统 可是呢 到他元吉之前 其实这件事情都还没有成 要到他元吉后 38年的时候才成 他被追视为禅宗的旗祖 这个大概是简单神会禅师的一生 那我们来看一下 神会禅师啊 他就真难顿北剑 这个大家知道吧 知道吗 就是 我们前面讲不是说禅法就这样下来了 禅法就这样下来 可是到了惠能这边还有一位神秀 红忍下来有惠能跟神秀 神秀不刚讲说 他后来就到 到被 被皇帝叫到 金城去了吗 金城去了 那惠能呢 就留在南方 红法 那两边呢 都各自 当然就传了很多的地址了 很多地址 对 我忘了讲这个背景 所以大家有着不清楚 就传法了 传法这边也传 那边也传 那因为一个是在靠近 等于是政府认可的 政府认可的 当然他就 而且他是在这个 长安洛阳 最繁荣的地方 在红法 所以当然他的正统性 主流性 是最高的 所以到了他的地址 土籍 当然不止 好多位 就说 已经传第二代了 他说 这样子 我是七祖 那我的师父就叫做什么 六祖 所以神秀是六祖 神秀是六祖 因为他跟慧能是同辈的 所以那个普及就说 我是七祖 所以我的师父 当然就叫做六祖 眼看着这个系统 就要变成主流了 当然很多因素 他们到这个政府 政府认可的 又到最人文会萃的大都会去 那边都是知识分子 都是政府官员 所以各方面条件都最好的 当他一说 真的就是全天下就是这样子要认为了 可是神会就 不服气 凭什么你说你是七祖 所以神会就想 神会 神会就想 那你是七祖 那我就不算什么了 那我的师父 会能 也不算什么了 所以他想说 不行 不行 他就要去 所谓的真一个正统性 如果我们讲白话 所以这个是当时 所以就有 然后他就说 我们是顿教 顿法 这个北中是剑法 但他是诉求 我们就讲了 他不认为 这就是 刚刚我讲的 不认为普吉提出的六代法统 就是神秀 普吉说神秀是第六代 他认为我的师父 会能才是六祖 他的诉求是什么 颜色看得到吗 可以 批评北中 师臣是棒 法门是贱 这看得懂 再来 传法的标准 内传法器 以印正心 外传袈裟 以定中子 就是 以心印心 会能 不是 夜里被红忍 叫到房间里头去 讲金刚经给他听 以心印心 又给他一件袈裟 我们早上有讲过 给他一件袈裟传法 他说 这个才是传法的宗旨 神会说 我的师父有这件袈裟 还记不记得 我们早上有在讲 谈经的时候 在副主品下面 最后有讲一个 以后是不传一了 对不对 他这里讲 要传一 可是他自己 有没有拿到一 据说是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后代很多的研究 就是觉得 神会讲这个 好像呢 这没有依据 不管了 这个是我们之后再来讨论 当时他是这样讲的 就是要去辩论 你总是要提出几个 几个有力的 这个论证的立场 去跟人家辩 就是这个 这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 他说 从上以来六代 一代只许传一人 终无有恶 终有 即便 有千万学徒 只许一个人传 这是他提出的 他提出的立场 那事实上是这样吗 其实好像也没有 不是有十大弟子吗 也并没有说 十大弟子也没有说 就是你而已 只有你可以传法 你别人不可以传法 其实并没有 可是我们就说 这个这几点 这三点 就是神会 他要去跟人家辩论 所提出来的立场 观点 他就带着这三点 就北上 就去找人辩论 这就讲事件 所谓的华台之会 是最有名的 他跟有一位法师 叫做崇远法师来辩论 我们看一下 华台在哪里 在洛阳的东北 在不是 等于是在市区的边边 当时的首都 是在长安 还没有到洛阳 可是因为皇帝也常常去 所以也算是首善之区 可是他不是在市中心 可以这么说 他跟一位叫做崇远法师辩论 这个崇远法师辩书了 可是很有趣 崇远法师不是北中的人 也不是学禅的人 那他为什么跟他辩 这就有意思了 而且辩论即便是崇远法师输了 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北中而衰落 当时这个辩论的过程 还有当时的情景 记录在最后一点 《普利达摩南中定是非论》 这本一个算是文章吧 不算是一本很厚的书 那他不是神会禅师写的 他叫做一个叫做独孤配的这个人 所把他记录下来的 他甚至记录到当时 他们辩论的场地是怎么布置的 在辩论的同时 旁边还在吵吵闹闹 棚子都倒下来了 就讲很多这样的状况 这些东西透露出什么讯息呢 我们先讲到 就找一位不是北中的人来跟我辩论 为什么 大家要不要猜猜看 而且他还不是学禅的 今天 如果有人来找你吵架 找你吵架 你觉得他根本不屑 他随便 随便家里一个人 去跟他聊聊天好了 变书变义都没关系 就是这个心态 因为当时北中带 他很大 你这个从南方来的这个小人物是谁啊 我根本不屑跟你辩论 这个场子是你自己 是他自己去找来的 所以就 他北上其实是没什么资源的 所以就临时达到一个辩论的场合啊 什么什么这样子 那人家也不来跟他 好好的辩论 他辩赢了 也没有什么效果 可是呢 民生就慢慢传出去了 打天下就是这样开始了 不要觉得这样子小 看不上眼 还是要做啊 这就是我说很感动的地方 我们先不论神慧禅 神慧禅是这本人是怎么样 或是他的心态是怎么样 可是他的勇气 是很值得被赞叹的 所以他不在乎啊 我没有什么资源 人家也看不上我 我就照做 讲我该讲的话 虽然第一次不怎么样呢 可是他之后陆续的伴 这叫做什么啊 民生就传出去了 南方有一个小子 来找我们吵架 刚开始你看不上眼 他越吵越凶 声音越来越大声了 他讲的快要赢过我们了 这时候你紧不紧张 开始要重视他了 开始要重视他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境 结果 挑起了禅宗七祖的争论 可是一开始我们刚刚讲 其实是北中开始 就是普及他们 就说我是七祖 我的师父是六祖 神会一听到不行 才去要争取回他认为的正统性 可是导致南北牛头 我们早上有稍微补充一下 三家真雄 一直到七百九十二年 就是刚刚讲的 神会禅师原集后三十八年 才定他为七祖 这样的争论才慢慢的平息 这时候北中也已经衰微下来了 所以是整个除了神会禅师的努力 还有整体的因缘 还有北中自己本身的衰微 才造成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结果 他不是单纯的神会去辩论 就能够成就的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事件 是很多材料可以讲 我就会停在这里 不过事件的大致上 其实就是这样 其他都是再加进去的资料 那这里我想要提出一个 何谓南中北中 我们现在都说 我们是南盾北建的南中 我们也是惠能这个系统下来的 对不对 可是真正所谓的南中跟北中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地理上 地理上 以中国来讲 以中国来讲 北方是指什么 通常一般 不是哦 是秦岭淮河 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点 在这个之上是北方 在这个之下是南方 那以这个地方为分界点的原因是 其实它是一个气候 自然的一个气候带 南北的雨量气温都在秦岭淮河 这两个分界会有比较大的差别 可是大家还记不记得 昨天我说菩提达摩是哪里人呢 对 你们说印度人 我说你们前面那个字漏念了 对不对 南印度人 所以这里的北中南中究竟是指 中国的南方还是指 从普利达摩这一个系统 南印度人传来的禅法 所以这个是很模糊的 何谓南中北中 这边有一本书 是一个好像是德国人吧 正统性的异域 这个名字很有趣 中国人写书不会取这个名字 北中禅批判戏谱 其实北中禅一直到近代比较多研究 当然最主要是因为有很多的文献出现 再来是刚讲胡适提出神会的一个角色 还有再来过去多半就是比较着重在惠能 或者他下面的五加七宗这些 对于这个已经不成为主流 甚至后来已经断掉的这个北中 大家都没有放太多的注意力 可是近代的研究慢慢的多 尤其是西方西方西方人比较好奇这一段的历史 那所以会做蛮多的研究 这是其中的一本书 他就说神秀的弟子是自己为东山法门 和菩提达摩的南宗的细成人 这里讲神秀 就是到北方去的那个神秀 不要弄错不是惠能 神秀 他认为他是南宗 为什么 因为他是传承菩提达摩的南印度的南天族一圣宗 所以他说我就是南宗啊 没错啊 讲到这里有没有混淆啊 有有混淆吗 有混淆还是没有混淆 没有混淆啊 就是神秀 就是我们认为的北宗 其实在当时 他们认为我们是南宗 因为我们继承了 菩提达摩从南印度传来的 这里南天族一圣宗 所以我们是南宗啊 好 我们才是正统的啊 好 根据传统的说法 菩提达摩的教法来自于南印度 其实后面就解释了 神会将南北的对立 简化为中国 离境中阳子江长江 可是实际上是秦岭淮河 真正我们在讲南北的时候 的南北对峙 但是从这个视角来看 早期禅似乎更该称为北宗 因为禅 因为菩提达摩和慧可更多是 更多是在落叶地区传播禅访 我再讲一次 神秀在当时他认为我是南宗啊 因为我继承了普利达摩 这个传来的从印度来的南印度的禅法 我是南宗 没错啊 为什么神会来讲说我是北宗呢 我明明是传承普利达摩的南印度的禅法 没有错啊 我跟你一样是南宗啊 你也是南宗我也是南宗啊 可是神会说No 你到北方去所以你叫北宗 我在南方所以我叫南宗 那最后一段就讲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记得我们早上有张地图吗 我不是画了几个圈圈 那个圈圈都是有意思的呢 菩提达摩他的红化区域在哪里 他在北方啊 所以如果真要说起来 那菩提达摩到红忍根本就是北宗了 OK 所以这里就很多矛盾就出现了 这是地理上面的矛盾 就是指出神会提出的论点的矛盾 思想上 在哲学意理的层面对文本的周详考察 足以揭明 北宗的教义 也就是神秀普及他们的教义 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箭 南宗的教义 这里的南北就是后来我们认为的南北了 南宗的教义也不能简化 就说他就是盾 神秀的观心在基本面上 并非不同于菩提达摩的闭关 道性的一行三昧或红忍的坐禅 如果我们看修心药论 我们甚至可以说 神秀反而是更真实忠实的传承了他的老师的思想 慧能反而不一样 我们刚有提 慧能提出了很多改革的创建 有没有 现在我们觉得很熟悉 好像理所当然 可是我们如果从这个思想的脉络来讲 其实神秀反而是一路传下来 观心 观一行三昧 闭关这些东西 他反而是 慧能反而是不一样的 这是从思想上 他这边就讲了 神会说单传 可是事实上 并不是这个样子 这段讲完了可以吗 从这个地理上还有思想上 有点出一些 神会讲出所谓南中北中 事实上并不是我们认知的那么的单纯 我在南方所以我叫南中 你在北方所以你叫北中 好像也不是这样啊 菩提达摩一直到红忍都在北方传法 那不是很怪吗 那你说你叫你是南中才叫做系统 那你的祖师也都在北方 那怎么办 怪怪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思想上 其实神秀这边才是一脉相承的思想 慧能做了很多的创新 思想上也没有真的传承下来 所以这边提了两个蛮有趣的点 还有一本书是北中禅与早期禅宗的行程 这个作者Jean McGray 可能大家就比较知道 刚讲 北中后来慢慢的衰落 他不是单纯的神会 就是北中后来没落了南中起来 南中起来 他其实有很多的原因 不是单纯的神会去辩论就赢的 好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北中本身啊 那为什么北中最终会消失呢 那这位学者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他说很重要的因素是北中和唐代皇室 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为他们后来不是被武则殿请去了吗 接下来后来这个他的弟子 其实都是在这个京城的附近 那他的信徒啊 都是皇宫贵族啊 高级知识分子 可是当这个皇帝失事的时候 这就麻烦了 还有呢 这个很复杂 你卷入这里头 很麻烦的 他跟他吵架 他跟他吵架 你跟那一个人比较好 等他得势了 那你不就完蛋了 就很麻烦 弘法不能安心弘法 整天都要摆平这些 周旋在这之间 很辛苦的 所以随着这个唐朝的衰败 这个北中也逐渐的没落 还有一个蛮有趣的 这个也是比较少人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另外一个不能轻忽的因素是 北中关于禅宗传灯理论的相对不成熟悉 这是什么意思啊 早上有讲说 历史是谁写的 胜利的人 还有呢 你怎么写 历史就是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历史不见得写的是事实 当然几百年之后 你也必须以他为基础来做研究 也不能没有他 可是呢 北中呢 他就是 我们早上有最后补充两个 他有两本属于他们的传记 叫做《传法宝记》跟《愣且诗之记》 特别是《愣且诗记》 在创始人和宗教传人上缺乏明确的术语 在释迦牟尼佛和菩提达摩之间缺少 令人信服的人物 来填补他们之间链接的空白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 你要讲说你初祖是谁 这个二三四五六 我们早上看 其实他们有 对不对 可是你往谁追溯呢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写啊 就是表示你的正统性不够啊 你的正统性不够 那南宗呢 他们开始去写这个登录啊 这些记录的时候 他就把这段补出来了 虽然你有时候觉得 嗯 真的假的啊 就是从菩提达摩一路推上去 到释迦牟尼佛这样子 可是至少 别人一看就 哇这个有传承的 有根据的 每一个都清清楚楚的 好像到菩提达摩 他们说是第29还是第几啊 我忘记了 所以他把这个系统 讲得清清楚楚 一般人就觉得 哇这个是 这个是正统的 正统的 从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 这边好像没有耶 他们在讲也是菩提达摩 或是 那个 佛陀巴陀罗 就是 嗯 好像没有了 所以这个也是造成 这个 北中啊 衰败的另外一个因素 衰败的另外一个因素 那这一段呢 的历史呢 其实是非常一个 关键性的 经过神会禅师这样的努力之后 北中本身的衰败 慢慢的这个 南中这个系统 就成为主流 当然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也不能忽略的就是 当神秀在 长安洛阳一代弘法的时候 惠能 还有他的弟子呢 其实是善居在 南方 还有其他各地 或是往比较内陆的地方 那地方去 那他们因为是 都在民间 民间 所以他们跟 一般民众的生活 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们 被大家认识的更多 了解更多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 早上我们也稍微讲了一下 你佛法要传下去 你教学的方法要传下去 你要适应当时代的人 大陆也这么大 这边的人 乡下人 跟都会人 需求的就不一样 可能商人比较多 農夫比较多 他们的烦恼就不一样了 住山里头的人 住海边的人 想的也不一样啊 所以他就要适应 当地人 开发出更活泼 更有效果的 教学方法 这段时间 也给 接下来 发展出来的 所谓五家七宗 给他一段酝酿的时期 所以等神会禅师 他等于到北方去征天下 征营了之后 他这个系统也很争气啊 并不是只是争一个虚名而已 名是虚名的 他争到了之后 的确 这个系统的地质非常的争气 他们不但有名 而且有识 所以才有可能真正南中 成为一个主流系统 否则光有名也不可能 可能过两三代 又有人出来跟你辩了 你又被打败了 所以这是除了名之外 有识 所以当我们在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蛮有趣的过程来看 可是真正我们关注的焦点 应该是接下来这一段 就是 他怎么样开展出更丰富 因为惠能禅师 所开创出来的一些 非常有创建 改革性的思想 禅宗的理论 之后衍生出来的教学方法 这边有两大系统 所谓的十大地址 但是后来发展出来是最主要 就是这两个系统 清源形思 接下来石头西迁 石头钟 他下面就发展出 曹洞钟 云门钟 法眼钟 下面的文字 都是他主要的代表人物 这个钟 就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 南越淮让这边叫 马祖道一 他就是发展出 林济钟 还有维养钟 林济钟到后来又发展出 黄龙跟 黄龙派跟杨琪派 我们师父传承哪两个系统 曹洞跟灵济 灵济的哪一个 阳琪 灵济的哪一个系统 阳琪 阳琪 好 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要补充一个资料 就是灭佛 灭佛 佛教对中国来说 即便是经过上千年 到这边已经快要进千年了 一直都还是外来的 那他外来的 他事实上是外来的没有错 可是呢 他即便上千年了 都已经普及到民间了 还是会受到排挤 这个我们早上讲 因为跟中国人本身 很强势的文化有关系 儒教思想 儒家思想 跟道家的思想 所以当这个中间的平衡 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 就会有灭佛出现 尤其是皇帝怎么想 是一个关键 最有名的有三个 四个 三五一中 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有 什么五什么五 另外一个有后周四中 那我们前面讲述的这段历史 就遇到有三个 第一个是北魏太武帝的时候 是在446年到452年 有六年的时间 那为什么会灭佛呢 就是道士怂恿 当时的北魏太武帝 其实你看这个历史 你会看到说 其实皇帝也很辛苦 不是他说了算 他身边也围了很多人 他都要摆平这些人 道士也来找他 儒家的学者也来找他 佛教的出家人也来找他 其实皇帝也不能都得罪 可是当你有把柄 或是漏洞在别人手上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出问题 再来跟皇帝本身的信仰有关系 如果他比较偏道教的时候 他就会打压佛教 那这里大概就是 会有这样的状况 第一个都是跟皇帝本身的信仰有关系 还有佛教本身也发生了一些 内部的一些问题 那多半就是 除家人不够不够清净 或是内部有一些腐败的现象出现 就让人家有可以见缝插针的机会 所以道士怂恿人就烧佛经 处决僧侣 影响的是什么 北方地区的佛教势力 就衰弱了 第二个时期是北周五帝 这五百多年 总共有五年的时间 这时间虽然都不是很多 这里就很不一样 北周五帝他是儒家 所以他不但打压佛教也打压道教 他毁坏佛事 勒令申尼还俗 但是这五年的时间 福获相宜 他迫使 从印度来的 非常带有外来色彩 异国色彩的东西 强迫他急速的汉化 更要成为中国人可以接受的东西 还有因为毁坏佛事 所以很多僧众就往南方去 也为南方佛教的兴盛 提供了一个机会 这是北周五帝 第三个就是在这个 现在这个时期 唐朝了唐武宗的灭佛 所谓的慧昌 他在慧昌年间 会上的毁坏有五年的时间 一样是道士怂恿 唐朝呢 他一直都是以道家为传统 因为唐朝他们姓什么 李 对他们姓李 老子姓什么 姓李 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是什么 同一家人呢 要互挺 信我们自己家的东西 隐隐约约有这种 这种中国人的想法 所以 其实唐朝一直都有道家的系统 可是呢 佛教的思想 佛教的意理 的确是非常的深刻 所以也很吸引知识分子来学习 当然也吸引皇家皇帝 所以这个中间呢 就一直在拉扯 大部分的皇帝呢 其实还是比较 就是都护持佛教没有问题的 可是到了唐武宗呢 因为他的爸爸 他爸爸叫什么名字 哪一个皇帝 我有点忘记了 特别特别的护持 这个 是应该是武则天下面的一位 唐宣宗 唐宣宗的样子 对 他们特别特别的护持佛教 所以到了他这个儿子之后呢 就反弹 反弹 就毁佛 可是也很短了 五年的时间 因为当时佛教已经非常的风行 所以其实民间会有反弹的力量出现 那这个呢 北中的禅 就是当时讲 北中其实都跟着皇室绑在一起的 他一旦毁佛 哇 这完蛋了 本来是国家认证的 现在国家不认证了 就麻烦了 所以呢 这里讲 北中往日本船 往海外去 南中呢 因为在南方 这个火啊 天子脚下 烧的比较大 南方啊 比较没有烧到 所以呢 还可以活着 还可以活 然后呢 就更活泼 然后倾向教理 医学的宗派呢 就难以恢复 因为被烧啊 那个经典寺院都被烧啊 被烧 所以过去我一定要靠书啊 才能够讲 讲这些道理 才能做研究 没有东西了 所以 这个意理的这个系统啊 就开始衰破 反而是禅宗不用啊 两腿一盘就可以打坐了 我就告诉你 怎么做怎么做 就可以了 关心 这样就好了 所以他恢复 等他要恢复的时候 就比较快 所以禅宗呢 因为不中经教 崇尚简易 尤其是慧能这个系统 就迅速的恢复 所以也带给吴家其中 这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让他可以很快的发展出来 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有这些 刚讲维阳宗 尾山林佑养三慧吉 取他们的名字 叫做维阳宗 这里 你可以看到 我必须坦白说 有些我也不懂 他们在讲什么 就已经开始 有些东西你看不懂了 我们前面有讲 在之前 纯禅时代 都是用很平易的语言 对不对 平时 穩健踏实的作风 语言也很平时 可是到了这个禅吉时代 就讲究公案 讲究疾风 有些东西你就看不懂 还有呢 经过跟中国文化的交融之后 开始也引用 中国的东西进到佛教里头来的 我们看到 林济一玄 这边有什么 四料俭 四兵主 三玄三药 洞山梁界 曹山本集的曹洞中 三种渗漏 五味回户 鸟到斩首 大家都说 我们修墨造 我们是曹洞中 可是你回头去看 这个时代曹洞中的东西 你看不懂 在讲这个 什么叫三种渗漏 回户不回户 五味君臣 云门文艳 云门中 法眼文艺法眼中 什么 会对同时 尖锋相组 什么的 这个禅风 严谨痛快细密高谷祥明 其实这个我也不太懂 不痛快有点知道 大概林济嘛 就棒啊 喝啊 痛快可以懂 细密 细密是要讲到 曹洞 他的这些 他在讲述 讲述他的教学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细密 我们等一下会看 好 我们这边看到师傅在 柴门修正子要讲的 林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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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呢 除了本书 除了本书 就是在那本书里头 《财门修正子要》里面有收入 《饰料解》 《三聚三兵主》 《四兆用》 《四贺八磅》 还有《三玄三药》 什么什么 哇这么多 什么《四聚三觉》 《三师子》 《十八问》 《福山九代》 在这些呢 我们可以看到师傅 有给了一个评价 林济宗 其实说穿了 不过是祖师用来 祥隆俯虎 应激接人 开如锻炼 学人的方法或手段 其实就是方法 各种各样的方法 祥隆虎虎 福虎是福 福谁啊 祥谁啊 祥我们啦 对 其实就是他开展出各种的方法 刚刚不是讲了吗 因为他们比较在民间 做实际上的教学 而且因为门大开啊 所以来的各式各样的人 各种人都可以来啊 不是知识分子也才可以来啊 一般的凡夫走足 也可以来学禅啊 可是你就不能跟他讲 大道理义理的东西 你可能要用一些直接的手段 还有有些人 他不是智 或是怎么样 你也不能跟他讲很多 就直接用棒用喝 种种的 其实都是一些教学的方法 只是给他 归纳整理 才有前面的什么 十八问啊 九什么 三什么 四什么的 各家宗师 就是所有的每位老师啊 他都有他自己的方法 所以才会开展出 看起来这么这么丰富 洋洋大观的教学手段 后世的残门呢 但是到了后代 这当时是祖师大德 是直接跟学生互动 有这些方法 可是后代的人是什么 有样学样啊 就看这个样子 打三下 就打三下 可他不知道当时 为什么要打三下 为什么要问 三观 要过三观 为什么要过三观 他只是知道说 要三观 那我就来三观 你也三观 他也三观 所以 謹留存 这个门户宗子 少有实质的锻炼 最后呢 徒有其表的贤家具 这是蛮可惜的事情 其实呢 也是当这个教学方法 变成形式化 公式化必然的结果 禅修其实是活活活活活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即便是同一个人 今天跟昨天跟后天 也不一样 十年前十年后 不一样 所以一位高明的老师 他其实是能够应激 说教的 但是呢 如果 当时那个方法 的确是很好 也很有用 可是不见得 所有人都有用 十年前有用 十年后不见得有用 可是如果都是套用的话 就是这样了 再来是 当时的祖师大德 是自己开发出来的 所以他知道 我什么时候要用 什么时候不要用 后面的人呢 不是自己开发的吗 是我老师告诉我 你要降焦 降焦 降焦 我要降打他 降打他 所以就学 降打 降打 可能更多一点 就研究那形式 要降降降 都不可以变 变得就是错 可是其实一开始 并不是这样 是活泼的 是灵活的 可是到最后呢 变成形式化了 徒有其表 好 这是灵记 这里有点抱歉 对灵记中也抱歉 好像都讲坏话 对这些祖师大德 真是不好意思 我没有花很多时间 介绍他们的教学方法 其实是应该的 我自己也想了一下 我是不是要去介绍 这些东西 这些内容 就是什么 飼料简 士兵组 三悬三药 我本来也想 后来想说 第一个 解释起来是蛮复杂的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其实大部分就是文字的叙述 还有很玄 玄来玄去的 我们就变成要花很多时间去看他 再来是 如果他到了现代这个时代 已经成为形式的东西的话 我们再回头去了解 或是再去学他 不就又落入另外一个形式了 所以我就选择 我没有去介绍他 直接引用对他的评价 但是我要说的是 他并不是没有价值 他在当时代是很有价值很大的价值 只是后来的人不会善用 还有 因为这样子的开发出 活活活活活的教学方法 才让中国禅宗成为这么精彩的一个面貌 没有这些的话 就是打做关心 关心 可以看出 这个中国禅宗的很大的特色 精彩的地方 好 接下来看潮洞中 洞山梁界潮山本集的宗旨 这个是杨真文教授的 从现存资料来看 虽然洞山梁界潮山本集 对禅法很少做正面系统的讲述 大量回答地址或参禅者询问的残话 又是魔灵两可 长头肉尾不着编剧的反结语 不少语句又截躯熬牙苦涩难懂 真对不起他们 不过不是我说的啦 杨真文教授说的 但是我们仍可从他们词意闪烁的表述中 梳理出他们对禅法的基本主张 这不外乎要求门下注意体悟自信 在思想深处建立空观 我们回头讲说 这里啊什么叫痛快 就是这样来的 刚刚看到很多方法 方法就直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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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密刚刚讲 他就是回答你用很多的辟语 很多的辟语 所以有时候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稍微看一下 他们的教学方法 五位君臣 叢林六遥叠三变五 易经的 有没有挂象 他引用在这里 三圣肉见情欲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三路接人 鸟到旋路斩首 斩首就是两手一摊 可是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个是叢林六遥 所以要研究曹洞宗这个时期的东西 或是传承的东西 要去读易经 要去懂易经 要去懂易经 这个我实在是不懂 五位君臣 五位君臣大家可能比较听过 他应该是有受到华言法界学说的影响 理事 理无碍事无碍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 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正偏 正偏 正是君 偏是臣 还有偏中至正中来 兼代 这个应该是 正中来 偏 兼代 兼代 他还有一个名词 我有点忘记了 这个其实就讲了 理法界 事法界 理事无碍法界 还有事事无碍法界 这是华言的思想 所以中国禅宗也受到 华言经 华言思想的影响是很深的 很抱歉 这个我实在是不太懂 所以也没办法跟大家讲太多 大家知道我们 有一位法师是研究曹洞宗的吗 不知道 最近才去年吧 去年才 才回到台湾 果姓法师 果姓法师 他是研究 洪志正爵 曹洞宗的 所以呢 他就是要去学这个 学这个 过 你没办法懂 当然不是很详细 可是要知道 那个什么是 那个断的两个跟一个 还有他阴阳的关系 还有这个正篇的这个 都要懂 才能够真正了解 曹洞宗到底在讲什么 其实他都离不开 里跟四 里跟四 洞三阳界的正篇五位 实在实在是受了石头西迁 禅师 参同祭 早上我们有说到参同祭吗 对不对 我有特别讲了一下 就是 这边会用到 所讲述的阴阳明暗 这个都是中国的东西 阴阳明暗 回护 互相影响 影响而加以应用的 后来 朱家 对这正篇五位之说 有了很多的解说 其中的正 最主要就是正跟偏 其实就是阴跟阳 那代表什么意思啊 只要他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 他可能会用的语言就是 静啊 体啊 空啊 理啊 平等绝对本觉 都代表是正 这一类的 他讲到动啊 用啊 色式差别相对 都是属于偏的这个系统 所以他可能不是直接的讲正篇 正篇正篇 他可能是讲说 这个理跟是 讲空跟色 还有体跟用 其实都是在讲这个 林济跟曹栋讲完了 还没讲完 快讲完了 差不多了 就是这样了 偏正回顾 建立了正宗偏等五位之说 说明法之得用的自在无碍 就 法外 理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除了这个有君臣五位 有王子五位 各式各样的说法 就讲了 评价 这是另外一位学者 叫蔡日清 他讲了 石头禅法 发展到了洞山 其门庭失射 细入无间 非常的细腻了 用到这么细 这么多的这个 语言文字来描述 绵密无比 他使得石头 传承下来 残法趋于化 这个乖乖的 严密化学术化 严密化学术化 毫无疑问 石头禅法的成熟 在洞山 但是 无庸讳言 洞山所创的这套 密玄 奇怪 这些字怎么都有 吊字的感觉 的禅学思想体系 大家了解 密玄 有 就这个意思 一般人是很难继承的 刚讲 你不去了解一些 易经的摇挂 这些东西 怎么去了解 刚刚讲的那些 还有阴跟阳 这个概念 还有 事无碍 理无碍 如果你没有这些基础 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它 所以这个 你看 就跟慧能 发展出来的成法 又很不一样 那时候都不讲文 又不四字都可以去学佛了 修采了 在这边 不行 你没有一些 不但是基本的知识 还要蛮高的知识水准 才有办法 所以这个有多难 难道他几乎都没有办法传承下去 所以他曾经断过法脉 洞 洞山的禅法没有很大的发展 比如说他到了第六代的传人 大阳锦璇 找不到传人 所以他找了另外 他找了他的朋友 福山法院 来帮他找弟子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讲 他去借了灵记中的弟子 来传他的法 传了法之后 你跟他讲说 你要再去传下去 传我的法 然后你传的那个人 要当作我朝洞中的弟子 法在这样子传下去的 所以这个就是 这里讲了 格调高 知音难寻 所以很难往下传 就是这样 这个时代 禅记时代 大概有250年的时间 南宗的独圣 还有五中 五家七宗的成立 各家禅法 重禅机 傍贺病用 中风大便 转向直指人心 不落次第的禅法 从平时的 很平时的这个语言 转为悠闲之句 就是讲话呢 都带语带玄机 你听不懂 还有呢 讲相反的东西 不正面回答你 还有呢 残屍的一些行为 也很奇怪 不是有展猫吗 然后最后把鞋子放在头上 这是在干什么 很奇怪 虽然说高生接种而出 知名的残屍都有出现 但是残病渐生 去检就烦 本来是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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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这个套路 那个套路 舍易取难 去贫就显 弃明取慧 语句流于隐晦 动作奇怪 这个时代就慢慢这些状况 都发生了 这个时候的确 这一段时期 也是蛮长的 几百年 230年 250年 这段时间 所谓的南宗 到这段时间 整个教学方法 我们刚刚以 灵济跟潮动为例子 就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跟早期 普利达摩一路到慧能 即便到了慧能 都很不一样 对不对 很不一样 这是禅法教学方法的转变 那我们看到这段文字很长 就不念给大家 我把这段文字用了图案来表示 大家比较懂 容易懂 这段文字要表现的就是怎么样 就是说 有三种教学方法 第一个是 语言的正面的宣誓 就是我直接讲给你听 心是什么 我就跟你讲 空 无 烦恼怎么办 去打坐 譬如说 就这样 很直接 你就听得懂 第二个呢 还有一种方法 是反问 我的心很乱 心在哪里 我是谁 这些都是反问 还有答非所问 不是有所谓的什么 干死觉 糞便了 干掉了 佛性就在里面 这什么东西 答非所问 这还算比较正面 还告诉你一个答案 有的根本是你根本摸不着 这个佛性是什么 去喝茶 这什么 他还告诉你干死觉 还有一个东西 去喝茶 这什么 棒喝 根本不讲了 直接打 或是直接 来 有人懂了吗 在这在下有开悟的吗 有看到我这个动作开悟的吗 就是在讲说有这三种方法 这三种方法在这段时间的转变 我们来看 在第二代 就是从慧能之下 就叫做第二代 那个图案很大 主要就是用正面 就直接告诉你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 佛法是什么 禅修是什么 烦恼是什么 空是什么 直接告诉你 到了在传的第三代时候 开始有第二种 第三种教学方法出现了 可是那个A不是小一点点 B长大了 C不多 可是已经出现了 到了往下之后 第四第五代之后 B跟C 就是反问 答非所问 动作 棒喝 成为主要的方法了 真正直接讲的 非常少 比如说 刚刚讲的五位君臣 什么三圣肉 鸟鸟到斩首 这是什么 手一摊 斩首 斩首就是手一摊 你知道我在干什么 不知道 就是动作而已 可当时 可能一个什么因缘 就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刚刚杨正恩教授的那段文字 其实我把它整理成图 大家就很容易懂 就是一代一代禅法教学方法 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什么叫做正面的宣誓 这个都还叫做正面的宣誓 正面告诉你 就是刚讲干死绝 什么是禅 他说钻头 如果是到木头 都已经正面告诉了 你还听不懂吗 这样子 听不懂 也有点难 反问 他说怎么解脱 那谁绑了你 让你不能解脱 就反问你 如何是净土 谁购乳 谁污染了你 你才要清净 反问 什么叫做涅槃 涅槃是不生不死 他就问说 那你怎么会有生跟死 你就会去想想想 就感觉像话头一样 动作是什么 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个石头 就一位长池矿禅师 长胡子很大的一个禅师 他说你从什么时候来 什么地方来 他说领南 南方 他说功德成就也未 成就久矣只欠点眼 他说我只插人给我临门一脚 好 他说要不要我帮你一下 莫要点眼吗 我帮你画龙点睛一下 他说好请便 结果他怎么样 他翘 脚翘起来 就这样 然后 对方就开始拜了 就是他有所体悟了 然后石头西圈就问他 你拜什么 你看到什么 拜 他说据魔甲所见 魔甲我啦 我看到 红颅上一点血 听得懂吗 不懂 翘脚都不知道 真的我也不知道翘脚什么意思 这个只有他们师徒之间才懂 红颅上一点血什么意思 烧着火红火红上面的炉 有可能有血吗 这边会下血吗 你火炉上烧的正热的时候 你血放下去会怎样 红掉了 有血吗 没有 可是有没有血 真的都没有吗 之前有 碰到火炉之后就没有了 开悟之前有没有烦恼 有 清清楚楚明白 有你我对错是非 有烦恼有净土 开悟之后 没有了 就叫做红颅一点血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 一个一句话 禅宗的话 红颅一点血 重点是翘那个脚 你翘了一脚才会有红颅一点血 问题是翘那个脚就是看不懂了 没办法理解 所以这个就是动作棒喝 到了第四第五代以后 正面宣示越来越少 而是更多的采取 后面两种方法 于是在各地的禅中 从丛颅禅禅师传法难免出现很多雷同之处 他就套了 你这样翘脚有用 那我也来翘脚 十人鸭慧 十人鸭慧 仿效 学习 模仿 为后世禅林 支掌了形式主义和庸俗化的禅风 提供了温床 我们这个残疾时代之后叫做什么 绚烂 绚烂之后就是什么 衰变 绚烂时代 进入宋朝 五代十国结束了 进入宋朝 一样我们来介绍人物 思想 禅风 还有影响 我们刚刚有讲三无一宗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时候 就是这段时间之前 后周四宗 这个时段要 渲难时期要开始发展 这个前后 就有一个也是灭佛 我们直接看他的影响好了 他的原因比较特别 就是四身腐烂 影响税收兵役 就大家都跑去当和尚出家 出家人太多了 就不用服兵役 那时候都在打仗 那段时间在打仗 所以尤其是年轻的男众 都跑去出家了 躲在那个寺院里头 不想去打仗 所以这个国家就说不行 所以就开始了 你看很严重 想要出家的人 家人都会受罚 会受罚 那他怎样呢 南方国家多彩 因为这是后洲四中 其中一个地方 比较偏北的 南方呢 尤其下面讲南唐 南唐 这个精灵 就在南京这个地方 就是护持佛法 所以禅法禅宗佛教 在南方受到保护 發展的更好 北方的佛教就衰弱 所以这个是三五一中 其中的后洲四中 在这个之后呢 就没有这种大规模的灭佛 的这个动作了 这个也意思 也在说明佛教传到中国 将近一千年了 一千年 已经被整个文化接受了 文化接受 政府呢 皇帝呢 也不会把他当成 一个敌人来看待了 即便后面很兴盛 也是这样 也不会有所谓的灭佛出现 好 在这个时代呢 中派的发展 进入宋朝了 中间我们有一段的发展 其实没有再去详细的讲他 不过呢 到了维养宗 到了宋代 中派以前已经没有了 林济 曹洞呢 在北宋的时期很兴盛 所以分出了黄龙跟杨齐 两个宗派 曹洞呢 到了北宋的时候比较消沉 就是我们前面讲了 他中间有一度断掉了 到南宋的时期才渐渐的兴隆 云门中跟法眼中 其实后来也都断掉了 那云门在北宋的时候 还蛮兴盛 后来也没有了 法眼到了 永明延寿禅师以后 也不行了 所以真正留下来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 林济跟草洞 那我们先来看法眼中 我们先从这个往回介绍 这个是他的传承 那我们只介绍永明延寿禅师 在这边这个时期 永明延寿禅师呢 他是在904、976 这个时候出生的 他的著作最有名的 《中静路》 一百卷 非常庞大的一部书 还有一个叫《万善同归集》 他的特色是什么 对禅的心性论和解脱论 做了全面的总结 主张禅教一致 禅教会通 这个是受了华言的叛教思想的影响 然后呢 他提倡净土 以各种法门为诸道法门 净土为罪 这就有趣了 他是禅宗的人 可是他提倡净土 大家有听过 有名延寿的饰料解吗 有财有净土 如什么 带脚虎 老虎还有脚多厉害啊 有禅有净土 还有一个什么 无禅有净土 还有无什么 反正就这两个配了 这里头呢 其实就是 感觉他是在比较禅根净土 就是你如果只禅修 最后会怎么样 那个话我有点忘记 反正就是 会好像会剁地狱那种意思啊 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奇怪 他不是法眼中的传人吗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呢 每次我们在 在介绍净土的时候 大家都很爱举这个 有名延寿的饰料解 你看说 对 他也是说 念佛比较有效 可是 根据研究 这个不是有名延寿的 别人用他的名字 因为他太有名了 饰料解 所以用他的名字 在他的著作里头 完全找不到 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 我们引用来 说明 念佛的好处 念佛的重要 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 历史的史实 我们还是要去关注一下 还有呢 他势必是一个修禁土 来典译禅宗的人 写出来的 所以 我们要了解 在引用的时候 你要小心 我们前面讲到禅教会通 禅 什么叫禅教会通 中心应该要有一个顿点 禅 跟教 教就是教理 教义 理论 禅就是禅修 禅法 修心 专指修心的这个系统 这两个会通 早期都没有这个问题 还记不记得 普利达摩 一直到 四主 五主 我们在做他们那个时代的总结 有一个很重要的 他们最重要还是什么 依 依教修心 怎么这样子演变下来 变成要开始禅教会通了呢 不就本来就依教修心 我是从教出来的 从禅出教 也是两个是通的 这里要会通 表示分开了 才要来会通 他的思想背景 禅宗在唐末五代 迅速方向展 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禅宗标榜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他重视体悟自信 不太重视文字说教 和传统的修行方法 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 他不中文字 就直接用动作了 直接用棒喝了 他跟传统的修行方法 就是你要布施啊 要持戒啊 这些呢 他也不讲这些 所以呢 跟传统的修行的人 常常有发生矛盾 还有争论 这个我们早上有讲 介绍到忠密 他在禅元朱全基督序里面 就提到这种状况 禅宗 还有禅宗以外的教派 关系十分疏远 甚至互相敌视 这是禅宗跟其他教派 禅宗内部呢 也出现 南中北中 顿剑 这个 对立的感觉 的现象 还有要不要读经 要不要依文字 经教来修行 也有争论 到了永明元寿禅师 他比忠密晚了一百多年 佛教界不仅存在着禅教 关系紧张的问题 而且在禅宗内部 对于要不要修持 传统佛教的种种修行方法 也有争论 也就是布施啊 慈戒啊 这些 修福啊 这些很传统 我们认知的这方法 要不要做 还是就是打坐就好了 有争论 到了永明元寿禅师 当然他具有相当的 经教的背景 那他也是禅宗的传人 所以他也具足了这些条件 所以他做了这个禅教 会通的这样的努力 他将华言经还有大圣喜信论 大圣经典和华言宗奉为原教 直接将他们的心性原情和原容思想 跟禅宗结合在一起 这讲起来是很多的议理在里面 我们看过去就可以了 大致上了解是这样子 第二个 主张禅宗不仅应当注重明心见性 而且应当读经和修辞六度等各种教法 这是永明元寿禅师 他做的努力 我们来介绍云门中 这个我就懒得画图了 直接把图截取下来 我们看云门中 云门文言 比较有名的 雪豆丛险 还有佛日契松 其实中间有几位也是蛮有名的 这边什么圆通法秀 祥福云熙 还有洞山守处佛印了园 佛印禅师知道吧 跟苏东坡那个 佛日契松 在佛日契松之后 渐渐访卖就不见了 我们就介绍 这两位 雪豆丛险跟佛日契松 雪豆丛险 宋朝人 他做了一本很有名的书 叫做宋古百则 宋古百则 他是受到分阳善召的影响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分阳善召是灵记中的人 他其实是受他的影响 所以写了这本书 叫做宋古百则 他好为云门中心 可是他最大的影响 是在文字禅 文字禅 甚至中国文学都有影响 文字禅是禅法或是中国佛教 到了宋朝一个很大的特色 这里就讲 林记中的分阳善召对文字禅 他又影响了雪豆丛险 宋古的创作推广 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 什么叫宋古 就是把之前 我们前面讲说 不管是正面 反面 刚讲敲一个脚 红炉一点血 甘死诀 佛法是什么 是砖头 是木头 他把这些东西收集 收集 一个一个故事 公案 画头 收集起来 然后 读解 他也不是真的读解 他就写上 他认为 这是什么 他们在讲什么 本来这些是不能说的 也说不过的 就是弟子师徒之间的 可是呢 现在就是开始 去解释他了 进入解释了 文字禅 我们也讲过了 因为他在什么样的背景 在宋朝文化非常发达的 一个 时代环境之下 孕育出来的 就开始做这件事了 那 他做 他也做 再来呢 皇悟克勤 到了后来 林济中另外一位 皇悟克勤 集大成的 就是碧炎路 我们后面会介绍 他就影响 非常的深远 可能有人都有去看过 好 我们回到云门中 介绍两位 一位雪豆重险 另外一位佛日契松 他有两本书 《传法正宗记》 跟《辅教篇》 那我们刚刚有讲 我们早上有讲说 祖堂吉啊 一直到宋陶初年都还在 后来就不见了 因为景德传登路 比较受到宗示 祖堂吉 还记得祖堂吉是什么吧 祖堂吉 钻器 就不见了 可是我们得到的证明 就是从佛日契松里面 他在《辅教篇》里头就有讲 他有看过祖堂吉 佛日契松呢 可能大家还会认识他是 檀金 有没有契松本 有很多版本 契松他也整理过檀金 他也教住过 应该是教对过檀金 整理过 六祖檀金 他呢 很有意思 他是倡导 儒式思想的融合 以佛教的五界十善 彼腹儒家的五常伦理 会通如佛二教的孝论 这些呢 是过去 祖师大德不讲的 禅宗也不讲这些了 不讲这些 大家可以看到 儒家非常强调孝 从孝出发 从家庭 国家出发 君君臣臣 富富之子 本来呢 跟佛教的 出世解脱 出家 这个思想 是有一点抵触的 现在他又把它 汇通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什么 和久必分分久必合 就是又更进入中国化的 一个诠释方式了 接下来我们讲朝洞 朝洞中 其实我们前面 在唐五代 还有北宋之后 我们做一个分界点 之前我们讲 洞山两界 朝山北界 北宋之后 大洋景玄福山法院 我们刚刚就讲 法传不下去了 大洋景玄 他找不到弟子 可以传他的法 所以呢 他找了他的好朋友 他的一个朋友 他是灵迹中的 叫做福山法院 说来 我托付给你 你要帮我找一个弟子 把我的朝洞中的法 法脉传下去 这个福山法院 也不负所托 找了一个很厉害的人 叫做头子义亲 真的 就把朝洞中的法 复兴起来了 所以呢 他是宋朝朝洞中正心 重新重振朝洞中的一个 关键人物 头子义亲 看到他下面 有一位很有名的弟子 叫做福隆道凯 他下面是丹霞子存 接下去就是洪志正爵了 还有一位 真些清了 我们现在比较认识洪志正爵 莫照明 什么什么的 可是 大家有没有看到 洪志正爵下面 没有了 再传下去就没有了 反而是另外一个 他的同门师兄弟 真些清了 这个系统一直往下传 传到日本去 道元禅师 所以我们有讲 师父很厉害 还要什么很厉害啊 在座 不是只有我们 你们也是一样啊 生俗 世重 弟子 都要努力啊 真的要努力啊 所以光师父厉害 就是他那个时代 要往下传啊 因为师父的时代过了 我当然不只圣言师父 我说所有的师父都是一样 他的那个时代就是过了 禅法是应激的 契机又要契礼啊 契礼要契基啊 当时代的人 文化 环境 国家 地理 种种的 过了 接下来呢 你还是拿那套来 用个几年啊 有没有五年 有没有五十年 一百年 两百年 以前的时代还很单纯 变化不是很大 你现在 变化这么大 人的互通 这么的频繁 然后整个科技的发展 这么样的迅速 变化这么样的大 过去的传承是一个基础 可是你怎么样去开展 怎么样去适应新的时代 新的人 再往前走 这才是真正让法可以往下走的 关键 真些清了呢 他提倡 禅禁教合一 倡导念佛法门 维持了法脉 洪志正觉呢 当然 他还是延续的这个 本来的这个系统 也是讲五位君臣 这样子 这样子的教法 可是太难了 所以传不下去 真些清了 只好变通啊 当然我们可以说 他引用这个 这个念佛进来 这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他至少 维持他的法脉 可以往下传 还有变通 好 我们来看 洪志正觉 这个莫兆民坐禅真 他大力提倡莫兆禅 莫兆禅呢 他是在福隆道凯 还有丹霞子纯 到真些清了 所唱的修歇禅 当时其实没有莫兆这个名字 当时他们他的师父 师祖被讲的叫做修歇禅 那洪志正觉他一生呢 倡导这个莫兆法门 惨阳理事闽容 偏正护回 这是我们前面都有讲到的名词 明暗相及 急躁虚灵 还中虚白 不容易懂 好玄哦 以此石头西迁 我们讲石头西迁有参同器 洞三良界以来的宗旨 是一脉相成的 是一脉相成的 这是后面他的记子 原集之前写的一个记子 主要是在讲说 他提倡的教法的内容是什么 莫兆明 我们现在打莫兆七 就可以听到师父解释这个莫兆明 我们光看莫兆明 觉得他的文字很优美 意境很美 可是不容易懂 真的不容易懂 你只会感觉 他在形容风景 很美的意境 可是你不知道他里面在讲什么 其实里面都在讲理事 这边讲理跟事 体跟用 空有明暗 都在讲 主要是理事 华言的思想在里面 第一个是 你看不懂 不晓得他在讲什么 只感觉他在描述一个 很美很空灵很玄的一个境界 这是一个 里面的义理 没有人讲 也是不懂 第二个 我打坐要方法 我不能光靠这义理 就能打坐 我腿一盘 要做什么 我总不能思维 这些什么空有 理事 君臣吧 这没办法做 那请问方法是什么 不知道 没有讲 不知道 所以这个也是造成 末造到后来是中断的 禅法教学方法本身中断 文献都在 可是怎么修 不知道 不过确实在洪志正学这个时代 他因为本身的政务 还有他 他写出来的这些文字 展现他自己政务的层次很高 所以大正 这个朝动中的中风 这里补充一下 洪志正学自己并没有讲过 末造这两个字 他自己没有讲 默默妄言 朝朝现前是有 可是没有讲末造 也没讲末造才 反而是别人骂他 现在我们就说是末造才 其实大会中稿 就是批评 这个洪志正学教的禅法是 末造邪惨 就是说他是邪门歪道 就是了 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讲 灵迹 芬扬善召 我们会介绍芬扬善召 佛果克勤 环悟克勤 大会中稿 芬扬善召我们刚刚有讲 他影响了 这个雪豆从写的 他写的那个颂谷百则 这边有一个他写的是分扬语录 他留下了这么多的文献资料 可是他的禅法教学是什么 没有很特别 所以他最大的特色 就是很重视文字的运用 但是教学没有很多的创建 没有很多的特色 就是沿用过去的 也常常很笼头 让人摸不透 感觉好像脱离现实 用不上 你就会觉得 很虚很玄 讲的时候很棒 可是走出去 那是什么 不知道 这个芬扬善召 是最早把这些 我们之前有讲 他编辑成的 十双楚源 他眼看 禅法教学是 没有什么特色 那他的影响 就是往南传 往江南传法的奠基人 就是他把佛法 再往更南去传 接下来到阳祺方会 跟黄龙会南 就所谓的阳祺派跟黄龙派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阳祺方会 他是 主张 灵济朝动 禅静 如是 会通 调和 现在不只是 如是道要调和 不只是禅跟静 禅跟教要调和 连来 灵济跟朝动 我们都来和 就是中国人的特色 都要和和和和和和 禅法 这个就不念 就这些 黄龙呢 黄龙派呢 这边就讲 也是没有什么很大的特色 没有很大的特色 他的教法 最有名叫做黄龙三观 就是过三观 他在中国 其实后来就慢慢就没有了 他是反而是 传到日本去 日本 接下来我们介绍 环悟客秦 还有大会 宗稿 环悟客秦 他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 就叫做 碧言吉 他是文字禅发展的巅峰 他除了在前面的基础上之外 他又加了 前面有宋古 有公案代别 所谓公案代别就是解释了 宋古又加上自己的看法 年古也是差不多 平唱 反正就是一层加一层 接一层加一层 大家如果翻来看的时候 就会有觉得 怎么好像 一直疊上去疊上去的感觉 一则公案 这个说 这个说 好像都差不多 又好像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 在前面的基础上 又加上更多的东西 那因为当时 大家都 这个洛阳子柜 大家都很喜欢拿这本书来读 过于执着 所以他的弟子 大家会忠告 把它烧掉 不是烧那个书 是烧那个板 磕的那个板 烧掉 这个是一个很大胆的做法 自己师父的东西把它烧掉 那这个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 我们等一下会看 大会中稿 大家很知道 提倡看画禅 画头 他将灵迹中推高至一个集圣 他也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弟子 对末造禅有所批评 这个是直接引用 大会中稿禅师的语录的内文 我们来看看 看画禅 大会中稿禅师 他自己怎么说 看画禅的功用 他说 画头 是将你的妄想颠倒心 思量分别心 好生物死心 知见解会心 心境艳闹心 一时都 先放下 按下 先放下来 或是你可以说压住也可以 就是看这个画头 先不理就对了 这些 其实这些就是我们简单讲 就是你所有的妄念想法 全部都不管 就是看这个画头 这画头 其中一个就是问 狗子有佛性没有 无 就是无字画头 什么是无 后来发展成 此一字 就是这个无这个字 是吹破许多二知二觉的 气障 就是金刚王宝剑 就是这样子 这是他自己讲的 我们体系有在教画头禅 然后有画头七 大家想要多了解一点的话 可以打画头七 师父也有在里面很多的开示 那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很有趣的 大会中考的批评莫造禅 他对他的批评是非常的严厉 而且分量这个在他的语录当中 其实数量是不少的 我们确实去看 而且也骂得蛮凶的 在现存的 这个是杨哲文教授讲的 对所谓的莫造禅的批评 有相当大的篇幅 直接跳到最后面 直到去世前几乎没有停过 经常在 在教画头禅的场合 都会附带的批评 那这里呢 他从一个蛮有趣的角度切入 我们通常都会说 大会中考为什么要批评 为什么要批评他 是不是两个在竞争 还是怎样 那这个师父也有一些说明 大家可以去看书 那这里我们看看杨教授 他的一个研究的切入的角度 也蛮有趣的 一方面反映了 墨造禅 在当时 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就是墨造禅 其实呢 比较兴盛 他可能对看话禅 会带来威胁 所以他批判他 他批判的重点是什么 多学研俱 多学研俱 我们就讲 那些 其实是从洞山梁界 到朝山本集 从石头西迁 这样一路下来 其实他们的经教 其实他们的经教 其实都很深 你没有一点基础 是没有办法的 还有呢 他很多的文献当中 都是在诠释义里 所以他批判他们 是多学研俱 执着文字经教相 第二个呢 默然为极责 就是 说他们是 会掉进黑山鬼窟 黑漆漆的一片 那这个 当然呢 也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我们在修墨造禅的时候 就是 墨跟造 怎么样的用 同时要 要墨的时候 也要造 要造 你才会落入所谓的 黑山鬼窟 那这个是当时 大会宗稿批评的一个重点 好 这个时代的禅风 他受到 华盐圆融思想的影响 禅境一致 我们前面其实都可以看到 引用净土的思想 显密同源 其实我们这里没有在讲密教 密教传入中国也很早 从唐朝的时期 其实 看到他请了很多的高僧 禅宗的高僧进京 到皇宫里头去 皇室里头去 其实当时他们也开始学密教 我们没有介绍而已 南宋画头莫造禅复兴 禅宗见落入 模仿 模仿棒赫 扫实修实证 问题都出现了 这个是状况 往后的影响 整个发展到这个时期 都是以宗派为主 宗派为主 其实不见得是实际上的思想或是禅修方法 反而只是传承这个系统而已 再来思想上去融色 这个我们前面都讲 还有在这一段时间也是很不一样 士大夫参禅的风气很甚 因为佛教议理是非常的深 而且是很吸引知识分子去探究 所以当时的这些大儒家 还有大学者 他们都开始学佛 周敦仪 大家知道 王安石 谢景温 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 书士 大家都知道 他们很多不但是大儒者 也是宰相 做高官 所以他们都非常的有影响力 他们都来参禅 甚至也写了很多 护持佛法的文章 所以带给整个社会大众很大的影响力 再来一个就是文字禅的发展 那这个发展呢 其实是 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大会中考禅师才会一把火烧掉 这个碧岩路 好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文字禅 我们看一篇文章 这篇是古文 他是谁写的呢 有一位禅师叫做 心文谈壁 这是念 他有很多的念法 在这里应该是念壁 叫做与张子少书 他在这一篇 写给他的一些信里头 他就讲道 教外别传之道呢 自检自要 出乎他说 其实是很简单的 没有说很多东西 但是 前人呢 他们就这样做 很有信心 行之不宜 但是慢慢的就守不住了 守之不易啊 天洗间 雪斗 雪斗重险 以辩驳之才 其实他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 但是呢 美意变弄 求心卓巧 都在骂人喔 接下来呢 他分阳善召遭 所谓送骨 笼络当世学者 中风由此一变而已 一变已 骂得蛮凶的喔 但宣政间啊 还悟客情啊 又出几亿 离之尾 这个离是分析的意思 又把他再分析 已经分析到分析又分析了 就写了一本 必言及啊 当时 这些 彼时 麦骨 存全之士 这些老一辈啊 老一辈的这个 老法师们 例如 这里 寧道者 死心 死心也是一位残者 寧元 佛剑 佛剑就是 大会中稿 朱老 皆莫能回其说 都没有办法 佛剑是另外一个 不是大会中稿 都没有办法 挽回来啊 这 这风气就是这样了 就一路下去了 于是 心静后生 珍重其遇 后来来 来学的人啊 哇 哇 觉得太珍贵了 太好了 遭送目惜啊 为之自学 莫有雾其非的 没有人知道这样子是不对的 他说痛哉啊 哎呀真是很心痛 学者之心术坏 这学者不是一般我们现在讲的做学术的人啊 是说学习的人啊 学生啊 心术坏掉了 走偏了 绍心初啊 佛日入敏 佛日 这边讲呢 就是大会中稿禅师啊 入敏就是到了福建啊 这边啊 学者千之不凡啊 他看到啊 很多人呢 叫都叫不回来 日时月物啊 静置成毙啊 所以他碎其板啊 就是烧掉 把他的这个板啊 印刷的板啊 烧掉 辟其说 以至雀迷原力啊 替凡剥剧啊 吹血显正 然 特然而正之啊 那只烧之其非而不覆目 就是总算啊 他这个一个非常 霹雳的手段 非常激烈的手段啊 弟子烧掉老师的书 这个 而且是一个畅销书 畅销书 把他烧掉 这个这么激烈的手段 总算让大家 嗯 吓一跳 当然啊 大会中稿当时也 不是简单人物啊 他自己也是很受敬重的 他做出这样的动作呢 大家会吓一跳 所以呢 稍稍知其非啊 就知道好像不太对劲了 就不会再一直想要去 以这本书啊 为主要 就是修禅就是看这本书 就不会沉溺在里头了 要不是佛日啊 高明远见 趁悲愿力就莫法之必 则丛林大有可畏则已 就是说这个佛门啊 就麻烦大了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我们看到 其实呢 变入并没有因为而绝迹 所以版的不是只有一套 这边烧我那边再印啊 而且他那么畅销啊 所以呢 层出不穷啊 这里提出的一个观点蛮有趣的 我们并不应将这一现象 简单的理解为中人 对于文字之难以消解的热爱 就是 不是只有文字 喜欢看这些东西 这样子 哇怎么解释 在这边研究 我们来讨论 他说 其实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面向而已 另外一个面向 其实他透露出来的才是真正大的重点 反映当时对于中师指导的强烈需求 就是老师在哪里 没有老师嘛 只好看书咯 就是这个意思 诗法之缺失啊 呼唤文本来加以弥补 就可以看到当时禅门的现象 现象 老师 有可能是不够 人数不够 也可能人数够 但是 真正很厉害的老师 讲直接 就是厉害的老师不多 所以没办法 就是只好找书来看 大会到福建 销毁了可寻见的避言录 就是他自己烧掉这个书 可是他自己写了很多 这不是很矛盾吗 或是他后人帮他收集了很多 这不是很矛盾 他不是反对吗 这些迹象表明 新闻也好 就是新闻谈壁 前面讲的那个写那封信的人 大会中稿也罢 他们所担忧和反对的 并不是文字本身 经教也是文字 经典也是文字 可是他们不是表面上 是书写尺度上的问题 什么叫书写尺度 如何有效的借用书写的特殊功效 又尽可能避免文本带来的负面效应 这个分寸拿捏 是禅师们争论的焦点 也是禅宗书写之紧张处 也就是说 其实本来这些东西都是 师徒之间的故事 它是旁人没办法理解的 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说破了 其实当时的情境已经过了 你只是揣摩而已 刚刚讲翘一脚 我不知道 我当然可以解释 因为翘一脚代表无事 代表生活就是禅 我随便都可以讲 代表空 可是事实上是吗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可是呢 我们就开始揣摩了 我揣摩 刚刚讲的不是一层一层吗 我揣摩了 他也揣摩 他也揣摩 就后后一本书出来 叫闭眼路 后来大家就来读 来 嗯 翘一脚是这个 是这个 是这个 下一次呢 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境 就翘一脚 就打他三个棒 在他怎样怎样 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 并不是说文字不好 透过文字来传达 残法不好 并不是 而是刚刚讲 尺度 方法 还有你要传达的重点是什么 当书写的工作足以足够严谨而巧妙 则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 学人的文本的错误使用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好 这个时代结束了 我们进入到最后的六百三十年 六百三十年很快就可以讲完 因为衰变时代能讲的并不多了 以禅宗来讲能讲的并不多 三个朝代元明清 元朝是什么 是什么人 蒙古人 他本来就没有佛教的信仰 他又比较是密教系统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风气之下 过去的佛教的是比较衰弱一点点 清朝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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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就回到这里 到最后只剩下 到这个时候呢 剩下 林济跟曹洞 法脉上存 可是呢 法脉上存呢 也开始进入会通 有没有 我们刚刚讲那个阳齐的时候不是吗 阳齐方会 记不记得 忘记了 那个 林济中不是阳齐派跟黄龙派吗 好 然后 杨齐派他的最大特色就是会通 他其中一个会通是会通灵济跟曹洞 所以一直在进入融会融通的一个阶段 这边就讲了 到了明朝呢 就有人说 这五宗呢 用灵济而不通 潮洞 是野狐 用潮洞而不通 灵济 则若教王 势必 济洞兼通 这边已经讲到 一定要这样了 两宗都要通了 以前是各发展各的 现在不行 你一定要通 要不然你就会野狐了 你就会落教王 都在知识里头 如果你两个都通 云门为阳法眼都在其中了 哇 现在又怎么了 五家又变什么 又变一家 就是天下是什么 合酒必分分酒必合 真的很有趣 好 援朝 万松行秀 高峰原庙 还有中峰明本 大家可能比较认识的是 中峰明本 看画禅 中峰明本 中峰明本好像书法也写得很好 明朝 你看元朝就过去了 明朝 明朝 云妻诸宏 憨山得清 无意原来界险 禅师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禅法 都是空白的 不知道要讲什么 不知道要讲出他们禅修的什么特色 空白的 再来看他们的宗派 下面两个是懂的 曹洞跟林济 前面两个想尊述 是什么意思 尊述是过去 尊是遵循 这意思就是说 他们不愿意成为宗派的弟子 他说我追寻古人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当时佛教非常的衰败 还有禅宗乱象重生 大家就是从前面这样一路过来 大家知道 全部如果都是套用形式 就是看看书 就去教 如果没有实修实证 就是变成都是形式 还有印证 要能够印证你 我一定要有 到一个程度我才有办法印证你 如果没有办法到这个程度 我又必须印证你 为什么必须 因为我法要传 所以我要印证 然后你就会传 还有 因为我要说我还蛮厉害的 所以可以印印印印印印 所以到处印到处印 就有所谓的冬瓜印 豆腐印 有听过吗 印章不是应该 石头用最坚硬的东西去盖印 他印章才不会坏掉 可是那时候就形容 就随便印证盖印 就用豆腐 颗一颗 被印证的人也不相信 所以整个现象都非常的混乱 所以当到了明朝这个时候 明朝末年的时候 这几位 他们都不愿意进入这样的一个系统 所以他们这一类的 就叫做尊数 尊数 那旁边是他们的著作 那这段期间呢 非常重视锻炼的方法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 就是又现象很混乱 很缓乱很衰败 可是这些 其实还是有优秀的人才 他们就出来 要重振禅封 所以 一定要从教学方法 开始 重新整理 重新出发 所以在这段时间 特别重视 教学方法 所以有很多相关的著作 就出现了 有专书 有散 一篇一篇文章 譬如说 云七诸宏的禅观侧境 非以通融的主庭前锤路 还有戒显禅师的禅门锻炼说 吴云原来禅师的博山禅禅语 这是书 那在憨山德钦 他的这个梦游集里面 里面有很多的 单篇单篇的 对禅法修行的开示 还有中门禍问 这个时代的禅学思想禅法特色 是 幽默进入另外一个再融合的阶段 已经没有真正一中一派的特色了 还有多神信仰禅禅混合 念佛禅 这时候的念佛禅 其实是比较以念佛为主 那晚明的时候 明朝末年的时候 是憨山德钦 他忠心禅封 大家知道我们的师父是 研究明末佛教吗 明末佛教 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谁 不知道 偶艺秩序 不是 那是硕士论文 博士 师父曾经说他一生研究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明末佛教 一个是戒律 所以师父也写了戒律学纲要 菩萨界止要 明末佛教是师父在博士的研究 还有博士后的研究 有两本书 有两本书 大家可以去看 这个明末佛教研究 这个是师父博士后 回到台湾之后 写的几篇的文章 那在这个文章里头师父有特别讲明末佛教的思想 这里的明末主要是指明神中万历年间 明神中很长 他是指万历年间1578到1619 1573 我刚会讲1578 是因为有一本书叫做万历十五年 那这个1578这一年 是以历史学者的研究 是一个明末走向衰败的一个关键点 所以我们称之为明末 明末佛教在中国近代的佛教思想史上 有其重要的地位 上臣送元下起清明 由宗派分章而会为全面的统一 不仅对教内主张性向融会 禅教合一 以及禅禁律密不可分 也对教外的如道二教 采取融通的疏导态度 总而言之 大家一看到就是 统一 融会 合一 融通 都在合合合合合 诸家所传的佛教本出同源 渐渐流步而开出大小信像 显密禅禅 宗教的局面 到了明末的诸大师都有敞开胸襟 融受一切佛法 等式各宗各派的伟大信仰 孤不略论 就孤且不说 性向能否融会 显密是否一元 台贤可否合流 台贤台是天台 贤是华言 是否可以合流 如是道三教 是不是同 有同解 有同样的看法 但是 时代的潮流 之要求彼此容忍相互尊重 乃是事实 就是整个佛教传到这里 已经多久了 超过一千年了 超过一千年了 将近一千五百多年了 这么长时间的 分分合合 彼此互相排斥排挤 到互相了解 互相取用对方的思想观念方法 再重新再造 已经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了 进到这个阶段 大家眼睛开始 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事实了 事实了 所以走到这一步 一定要相互尊重 彼此容忍 事故明末朱大师 在这一方面的努力 确实有先驱思想的功劳 所以师父说 我们若将明末 视为中国佛教复兴的时代 亦不为过 好 到了民国初年 虚云老和尚 莱果禅师 虚云老和尚很有趣 他传承了五宗 五宗 不是说其中有三个都断掉了吗 还把他接起来 不过这个 只是 法脉形式上的传承 比较多了 真正在教学的内涵上面 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甚至是没有 等于是名字这样传下来 禅道衰尾 清朝以后 因为清朝的朱学 儒学 朱熙 儒学 考证学 取代了佛学 清朝以后考证学 不是发现甲骨文吗 所以考证之学带动了 那个叫做什么 迅姑 不只是迅姑 考证 取代了佛学 禅法已经被战争内乱所淹没 一直到虚云跟莱果禅师 才开始复兴近代的禅宗 那其实我们看到他们 之所以能够复兴 原因在哪里 今天我们看到他们的语录 他们的故事 他如果不是有相当的修正 不太可能建立起这样的 我也承认的确有贵人 有政府的支持 有什么的支持 可是这个不足以复兴禅宗 他可以盖道场 把盖道场盖好 我需要政府的支持 我需要 信众的捐款 这个长袖善我就可以做得到 我社会关系很好 我就做得到了 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 复兴禅宗 这件事情 所以他不太一样 他不太一样 他当然也要有因缘 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那时候天不时地不利也人不和 他的确需要极大的怨心 盖寺院只是一个过程跟手段 可是你们知道吗 很多试验经过迅运老和尚复兴之后 很快又没有了 你们去大陆看就知道了吗 都是后来又重建了 哇你就看了就吓一跳 当时你看那个书 历经那么多的辛苦 没了 所以盖寺院不是最终的目的啊 它只是一个过程 一个手段 真正是什么 禅法的内涵啊 禅法的内涵 典籍都在耶 书都在啊 没有烧光光 避岩路烧了又起来了 所有的典籍 你要什么看什么都有了 经过一千五百多年 这里是一千六百多年的累积 哇你要看什么都有 问题是 能够修正有修有正 又能够 透过自己的生命展现出来 又能够 教别人 这样的人不多 所以呢 虚云老而上就是一个 如果刚刚也有讲到 虚云老而上跟来果禅师 的确是不一样 虚云老而上更多 我们看得到的事工 来果禅师 他除了他自己的修正 再来就是教学 待禅期禅修 可是他们的确是透过自己修正 禅法修正 修学佛法 让禅法重新活过来 在他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让别人相信 禅法是有用的 禅修是有用的 然后他还能够教别人 别人受用也觉得有用 所以这才叫做复兴 大家理解我意思吗 才叫做复兴禅中 否则盖盖庙盖盖道场 不是啊 不是 出几本书也不是 不能说不是 不只是 应该说不只是 所以这个一定是 他个人在修正上面 有所得 有所成就 还有个人有所成就 又能够教别人 又能够 我们刚刚讲要印证 不会随便去印证 做对的印证 知道学生的状况 你在这样子还不够 还要继续努力 我还会教你正确的方法 往前走 高明的老师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才有可能复兴禅中 当然还加上 刚刚大家讲的 那些外围的因素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禅中 他最本身呢 其实就是我们个人的修正 那当然因为禅法 他需要被传承 所以除了修正之外 你要能够 怎么样把禅法 让其他人也认识 其他人也能接受 接受之后 他也能够用 用了之后 你还能告诉他 这里要怎么 怎么调整 这里怎么样改进 告诉他 你这样是OK的 不OK的 就是教学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 讲很多很多教学的 教学的方法的演变 的重点 会放在这个地方 好 总结 其实介绍完了 1800年 就介绍到这边 最后我要 今天就不介绍中华禅法骨中 可是我跟我们中华 介绍这些跟我们法骨山体系的 禅法的关系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是 师父有两个传承 一个是灵迹 一个是朝动 师父除了在传 这个法脉之外 其实也传承了方法 方法 当然有些方法 并不是传承 是师父后来自己去 看看这个典籍之后 把它重新整理出来的 所以我们不只有法脉的传承 还有教学方法内容 思想的传承 还有我们也提倡念佛禅 再来 在教理方面 教理方面 那我们看呢 就是 洪志正觉 这个朝动中 洪志正觉禅师 所教的末造禅 一直就是现在我们体系 所使用的末造禅法 话头呢 从大会中稿到憨山大师到虚云老和尚 传承的这个话头禅到灵远老和尚 灵远老和尚是虚云老和尚的法孙 那是师父的灵迹中的这个传承 也是在师父身上 再来念佛禅 从四祖道信这个系统 我们其实一路都有讲 到了云期诸宏 下来 师父也采用了这个念佛禅的修行方法 禅教会通 从归风中密一路下来 永迷岩寿禅师 那师父是研究偶遇秩序的 再来呢 太虚大师提倡人身佛教 东初老和尚提倡 好像也是人身佛教 那师父我们提倡人间净土的观念 所以这些内容 这么丰富几千年的内容 就慢慢慢慢会集 师父 所以师父重新提出了中华禅法谷中 所以师父说 这并不是创立一个新的什么东西 而是因为这些东西 慢慢慢慢会集 已经跟过去的潮动不一样了 你不能单纯用潮动中来 说明我们现在法谷山所传授的禅法 也没办法用灵济中 也没有办法单纯的用天台华眼 所以新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中华禅法谷中 今天就讲到这边 太纯用了 非常好 这么好 看看 我们知道 在这边 有一五十个小关 不会有必要带 有点 我们知道